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四人帮写的那个经典的23种设计模式 那么这些就是具体的类和类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模式 这些模式怎么去用呢 还记得这儿吧 大家在学这样的一些模式的时候 怎么看它类和类的之间的关系 我们只需要这样子去选择它的这个经典模式 你看这儿还有一阶币的经典模式 也是三层结构 这个就是高级模式 这个也是高级模式 看到没有 一阶币的NTT一阶币和Message Driver和Session 这也是高级模式 而具体的系到类和类的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这个职责链模式 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具体的 我们在实现更细节的地方 甚至于到函数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能理解 当然这个可能大家没有系统学过 这节课时间所限 我也不会给大家系统去讲 以后有机会 大家可以下来去买一些书看一下 或者找一些视频看一下 如果有机会 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 当然以前我们也讲过什么 观察者模式这些东西 那么 基于高二辐的这种设计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基本的底层的 这种设计模式分为三类 一类是创建型设计模式 一类是结构型设计模式 还有一类行为设计模式 创建型设计模式 就主要是如何去创建我们的接口 创建我们的实例 创建我们的类 结构型 有的时候我们 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数据结构 不要你要用个list 简单list又满足不了你的需要 所以你就定义了一个什么 迭代器 然后自己定义了一个collection 集合类 这就是结构型 很简单的 行为模式 比著名的我们的观察者模式 这个我之前都讲过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 简单看一下 什么抽象工厂 build 工厂方法 圆形 然后单件 那个适配器 你看适配器 这种结构 我们是不是也常用 桥接 组合 你说怎么还会有组合 这种东西 好 decorator 还有我们的fake it 还有flavate proxy 代理 chain of responsibility 职责链 命令 等等等等 就不一一列举了 什么观察状态 访问者 事实上我在做那个 那个语音程序的时候 就用到了这个代理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用到类工厂模式 就是 首先 我会去划分一些高层的 这种模型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像 像我们在做需求的时候 在做需求的时候 那个划分模块 子模块 在在在逐渐细化的这个过程 我们只观金比较粗的东西 那 这种低层模式 往往就是什么 我们最后要考虑怎么样用代码把实现 我们就会用低层模式 就是我们到时候具体化用力了 就用低层模式 明白吧 好 但是 还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我们去学习这些模式 但是不要限于这些模式 因为我们说 模式是什么 模式是 经验的总结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定义 这个不是我超主缘的定义 这是我理解之后 用自己的口水话翻译出来的 模式是经验的总结 所以 我们叫什么呢 叫手中无间 心中有间 要模式 用模式的比较高的境界 手中无间 心中有间 就有点夸张了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万物是相通的 模式最高境界 就是不拘泥于模式 因为我就见过很多 有一阵子 有帮小孩 特别推出模式 模式王道 那不会模式就好像 不能设计软件了 就不会设计软件了 就 每次遇到一个设计 他就把这23种设计模式拿去套 对吧 这应该用个类工厂 这应该用个叠代器 就这样子 最后 一旦有什么情况 他套不动了 他就发现 创新思维就不够了 而且这样子套 也没有意思 有的时候根本就 你就会觉得 那你还是在设计软件吧 对吧 就好像 俩要打架 你学了一套罗汉拳 你就只会那些招式 所以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 现在世界上 就是 已知的模式都有好几百种 你说你要靠 背模式去套 你那几百种背下来 你脑袋也就填得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 还是要忘掉他 OK 这整个过程 我们把需求给他 就是设计的前提 这个需求 我们也理啊 理了之后 然后 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具备的一些招式 这个招式就是我们的模式 模式分为我们的高级模式和低级模式 那么下面 我们就真正的来学习 怎么去做我们的迭代式设计 记住 迭代式 那么 这个设计 包含了 盖要设计和详细设计的规则 我们要学的 就学这样的几句话就行了 跟我们的需求是一样的 四要素 五原则 你看又是四要素 五原则 上帝 你哪抄的 真不是抄的 自己总结的 而且我们说了 这个叫什么 设计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我总结的不一定是最对的 大家可以基于我的基础之上 再去总结 哪四要素呢 第一 建立设计矩阵 待会我会讲到设计矩阵 这是我们第二次提到设计矩阵 第二 细化矩阵 这个让我们想起 跟需求怎么有点像呢 需求也先细化 对不对 事实上 我们还记得那个V字模型 我们说了 左边那条线是设计线 设计线本来就应该从上往下 细分 右边那条线是实线线 本来就应该从下往上 逐渐变大 所以我们设计 肯定也是从高往低来走了 对不对 很容易理解 第三 数据持久化设计 我专门把数据持久化设计 给脱离出来 这是因为我们诞生了 数据库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单独把它给脱离出来 以前在数据 这一块持久化 不是特别复杂的时候 比方说 只是存到一个二进制文件里 只是存一个sml 那时候是不用单独处理出来的 但随着我们现在 什么数据存储模型 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们单独把它列出来 第四 就是UI和UX设计 UI就是用户接口 说白了就是视觉设计 UX是我们的交互设计 有朋友在问 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有什么区别 说白了 视觉设计 就是 美工 交互设计 就是 设计界面的 就是 这个按钮怎么样才能 它的用户体验更好 应该放点位置 它应该怎么样 大小应该怎么样 它会把这些都定义出来 视觉设计 只管做的票 很多大公司 它会把这个区分开来 国外也是 当然我们 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分的 以前都是统一称为美工 后来我们发现 谁是最好的交互设计师 一位企业 一定是他的老板 马化腾 天天在把玩QQ 天天在玩他的产品 乔布斯 天天拿着他的iPhone 在那儿啃 然后最后说 这个地方按钮 应该 三个按钮 应该缩成一个 这就在做交互设计了 明白吧 五个原则 逻辑物理原则 就是在我们头脑里面 设计过程中 要刻意的 把逻辑和物理分开来 第二 准备原则 这个准备原则 就是准备我们刚才的需求 第三 矩正原则 这就是我们上面 提到的设计矩阵 第四 在盖药 盖药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黑核原则 而在实现的过程中 要有白核原则 黑核和白核原则 这个有点像测试 好 下面我们能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细化 这四要素和物原则 好 下面 我们就来细化 这四要素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需求 四要素的这四个步骤 首先建立我们的设计矩阵 直线框架 我用一个工具 画了这样一张图 这个矩阵 我就称为我们的设计矩阵 那么 我们看一下 它有X轴和Y轴 横向的 先看纵向 纵向的是结构分层 所以什么叫结构分层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我们刚才那三层 DL BL 和我们的谁 PL 对吧 这个就是由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分层 这是第一 第二 在横向方向 我们有控制分段 这个就是我们的MVC 所以这样一简单一看 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首先要画出我们的一个设计矩阵 明白 那 当然 这是比较典型的这样一种画法 但实际上 我们在分层的时候 不一定是三层结构 和MVC的这样一个分段 对不对 所以 到时候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设计 比方说 有一次我就设计了九层结构 这一层 这一层 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直设计了九层 这里头也不光是MVC了 横向的可能有什么消息 Message 消息 消息控制 驱动控制 还有一些服务 我可能就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分段 所以 我们就去 去做这样的一个 先来找这样一个层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拿我们之前的这个例子来看吧 Android Talk Android Talk的话 需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有功能性的需求 非功能性的需求 功能性的主要是Text to Speech 和Speech Recognization 那么 这两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工作 首先看盖要设计 我们的设计 好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那么 我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设计呢 Android Talk Faked 这个就是界面 这个就是界面 然后是谁呢 是一个 调用 调用这一块 那重点是谁 是我们的operation Android Talk的操作 这个操作包含了什么样的操作呢 就包括什么拨号啊 就语音识别拨号啊 访问网页啊 其他操作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语音引擎 那么实际上 我在这里是怎么分的 我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句型 这个是一个纵向的分法 我在最下面画了一个engine 引擎 在它上面放了一个operator 最上的放了一个faked 明白吧 那么好 在这里面就拿engine来说 我又是在纵向划分的 这个大家注意 横向划分的 我们这个矩形啊 它最后会有一些衍生的矩形 我待会会画给大家看 为什么不要矩形 叫矩阵呢 我们的engine 又分speech engine 这个就是实打实的engine 和一个什么呢 横向的 还有个kernel 内核 那么 faked 又分实打实的faked 和我们的一个工具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光faked的这块 我就把又有一些东西进行横向这样的一个抽象 把工具又给提出来了 那么最后它实现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还记得我们这个程序吧 大家要是忘了的话 机器太慢 就是我们这个程序 就云识别的这个程序 这是我们当时后面的设计 后来还做了一些修改 大家注意啊 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给它分成了这样三层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层在哪里 我们看它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是这三个项目所构成的 我们看一下 它们是互相引用的 看到没有 互相引用的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speech engine 就拿语音引擎来说 它又引用了谁呀 我们的Java Android 对吧 引用了我们的Android的这个FreeMod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 你看这个标志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Java Project 也就是它编完了 就是个架包而已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是把语音引擎 分成了这两块 这两块是横向的 对不对 是横向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定义的接口 我们在这里去定义了一些接口 还有一些内核 这些内核 这代码不全 OK 反正这代码不全 反正就是 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 你看我这还用到了一些代理 一个服务 我后来还改了 就跟我们设计的时候 还不一一对应了 不严格对应了 我这儿的横向 是speech service 和我们的speech engine两块 那么为什么叫speech service呢 因为我最后 我要把它封装在后台 成为我们的一个服务 明白吧 看我最后给它封装在 在语音这一块 我是通过一个服务来实现 让它一直驻流 那么这一块定义的是什么呢 定义的就是 我们具体怎么进行语音识别 具体怎么进行语音识别 这样一个和语音朗诸的操作 封装在这个里面的 那么它对外公布服务 我是给它这样来做的 这个理解 好 往上第二层 operation这一层 就比较简单了 你看 就没有 在做很复杂的操作 就是接口和接口的实现 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 这一层我在做的 因为这个项目不大 但项目如果大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用一些控制模型 比方说 比方说 在这个地方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operation 再给它进行一个拆分 按照哪种类别的operation 来进行一些拆分 对不对 我这里就简简单单的 就直接去实现了 实现的时候 我当然也用了一些模式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底层模式 用来实现 对不对 你看我们 我用了一些雷工厂 什么的 对不对 就这些 基于在这上面 我们就界面了 这个界面 才是我们的 Android 所以大家以前可能都直接就剪一个项目 我不这样鼓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拿我这个 Speech Engine来说 我给它build一下 项目放哪里 在这 有四个 还有一个测试 就拿Speech Engine来说 哦 我只是build了 有class 我没有把它导出 成一个